词曲 李宗盛 Hey yo this is Shaolin 1967年 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小镇上 一个普通的家庭上了个普通的社区学校 普通的数学成绩普通的不及格 毕业之后进了一个普通的小铃行 做普通的柜台 吃这个普通的盒饭 给人点点钞 送送支票 业务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普通的小孩 之后却不普通的大银行到夸台 夸台 普通 普通 不普通 love and peace yo 收 50万粉丝了 我们来个不一样的开头 咱们就娱乐一下 相信我的音乐水平大家也已经领教到了 不唱再唱就掉粉了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发生在亚洲金融市场上 甚至有一点撒狗血的事 就是这个28岁的邪魅一笑的小伙 他曾经在亚洲的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 被称为亚洲期货之王 然而就是他 让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 一夜之间倒闭 他自己也被全球通缉 废话少说 yo let's do it 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普通的小孩 之后却不普通的大银行高垮胎 垮胎 这小伙全名叫做Nick Leeson 尼克里森 其实就像我刚才rap唱的一样 是一个背景极其普通的小伙 如果你刚才太专注于我的歌声 没听词的话 你可以再回去听一遍 好 既然他这么普通 那我们就给他起一个普通的代号 小李 你看咱们之前讲的那些主人公 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 反正多多少少 都非常有才华 可以算是个天才 不过这个小李 真的是非常极其特别之普通 没考上大学 然后数学也不太好 反正至少数理这方面 是不太灵光 小李最开始 是在一个小的私人银行做柜员 但是小李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都进入金融行业了 我不能每天就是在那点点数字 数数小数点 我要进入前台 我要做交易 我要操盘 于是1987年的时候 21岁的小李 终于进了摩根士丹里 那可是大投行 但是他还是在做后台的业务 每天就是清算 数数钱 点点小数点 虽然屏幕上的数字也确实很大 但是跟小李就没什么关系 别说小李有这么一点过人之处 他非常的执着 整天就围着他的老板说 老板我能不能去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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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就是你不行 你不行你不行 久而久之小李也发现了 自己在摩根士丹里得不到重用 就跳去了一家叫做Barrings Bank 巴林银行 你说这个巴林银行 可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其实有人把它翻译出来 叫做巴林银行 他这次可真是被小李给霸凌了 巴林银行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1762年就成立了 你想英国是一个这么注重正统的国家 这么老牌的银行跟英国的皇室 都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 就连英国女王在巴林银行都有账户 所以她在英国是有着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 虽然她不是最大的银行 但她却是最正统最纯正 最传统也是最安全的 至少在小李来之前她还是安全的 这个小李她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 虽然她在巴林银行做的也是后台 不过她每天都在非常不断的努力 去跟银行里的各种人进行social 感觉这银行里有一半的人都是她兄弟 he's real cool real cool 不得不说social这个能力 在金融圈在银行里还是非常吃香的 小李在巴林银行待着 他一直都憋着自己要当交易员的梦想 他不是擅长social social就是人脉广 人脉广就消息灵通 终于在1992年的时候 让小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那时候巴林银行想去拓展新加坡 金融衍生品的业务 主要就是做期货和期权 小李就凭借着他过人的人脉 顺利的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当上了交易员 决定去新加坡大展宏图 你想这时候小李才25 6岁 还没有什么期货交易的经验 那巴林银行就敢让这么一个人 去新加坡开始带一个团队 你要么说这叫自作孽 所以你可想而知 小李手下带的人 就都是交易的菜鸟了 他犯点什么低期错误 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小交易员 就跟小李说说 李总我给弄醋了 我刚才那个交易给做法呢 本来应该买 我给卖了 结果就亏了2万英镑 新冠上任的小李呢 就想了一想 你说这么一个小错误吧 我就跟总部汇报 显得我管理能力不行也不太好 虽然确实是个错误 不过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于是他就云淡风轻的 跟小孩说 OK I'll take care of it 他说的可是 OK I'll take care of it 而这 就是他迈向深渊的第一步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该怎么样去隐藏这2万英镑的亏损呢 哎小李怎么着是做过后台的人 他对巴黎银行后台那个系统 到底是个什么德行是非常清楚 那就叫做漏洞百出千疮百孔 于是他就新建了一个账户 把这代码呢改不改吧 反正总部就看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幽灵账户 他就把这个亏损呢 放到这个幽灵账户里边 他还给这个幽灵账户起了个代码 叫做巴巴巴巴巴巴 还知道图个吉利 可想而知 巴黎银行当时的监管 有多么的松散 一个交易员就可以随随便便的隐藏一个账户 当然啊光隐藏了账户还不行 因为这钱是确确实实的亏了 亏了钱我就还得交保证金 所以这时候小李他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我得先跟总部要钱 把这个保证金的窟窿给填上 第二我自己还得偷偷把这钱给赚回来 这不就得了对吧 我把这窟窿一填 神不知鬼不觉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好那怎么跟总部要钱呢 小李就编了个幌子 说要跟客户进行一个 blah blah blah的交易 需要一笔保证金 他当时跟总部说的时候 其实心里也发虚 万一总部要开始问起来细节怎么办 但是没想到 伦敦那帮老孤独愣是眼都没眨一下 区区两万英鸣拿走 go take it 把这钱给小李拿走了 你看就这么简单的吗 潘多拉的磨盒就被他打开了 从此之后 他心里就也变得更踏实了 但凡有一点小亏损 没关系 我就先放到那5个8的账户里头 之后再偷偷摸摸给钱赚回来就行了 其实最开始吧 小李他到底也真的没想自己搞点什么事情 就是给手下的人擦擦屁股罢了 但是你看人性就是这样 一旦你知道背后有一个保险规 你在交易的时候做决策 就难免就大手大脚 而且小李的工作交易嘛 本来就是在持续的做决策 他那时候才2526岁 正好是头脑发热的年纪是吧 终于到了1992年的秋天 有一次小李他自己做交易 然后忘了对冲了 直接就亏了120万英镑 得这时候小李又面临着两条路 要么我跟总部承认实情丢饭碗 要么我就把亏损放到幽灵账户 可想而知小李也没经过什么思考 就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但你说之前那些几万几万的小亏损 他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再给赚回来 但是120万 这可不是那么轻松就能捣捉出来的 那既然亏多亏少都是完 不如我来堵一盘 就此小李幽灵账户的交易策略 就成功的产生了 就是一旦有了亏钱 我就冲进市场上去赌 要是赌赢了 那就一切亏损都填平 烟消云散 万一要是赌输了 那也没关系 我就再去问总部要更多的钱 我就再进去赌一波更大 总有一天我能赌赢吧 那这样不管亏多少钱 我最后都能把它赚回来 你是不是要不仔细想 还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小李他自己也说过 我认为我能赌赢回来 我想 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 我说的赌是什么意思 小李当时做的是 日本股票期货的买卖 这个就跟我们买股票 差不多一个意思 但是正是因为它是金融衍生品 所以它的杠杆可以做到很大 灵活性也更高 而且你所有的交易都不用对外公开 所以只要你有足够的保证金 你就可以不断地进入市场 杠杆爱加多大加多大 你看这跟赌不就差不多了吗 好那这回小李就只能硬着头皮 冲进这个期货市场开始赌 他就期待着市场 按照他赌的方向去发展 结果三个月过去了 他的幽灵账户的亏损 达到了400万英镑 那巴黎银行自然也是搭进去了 400万英镑的保证金 但是幸运的是 直到这个时候 英国总部对这400万英镑 好像都毫无察觉 一点都没有过问 那小李就只能不断地 再去跟总部借钱 加大头寸 加大杠杆 加大赌注 继续进去赌 那时候真的是度日如年 就整天盼星星盼月亮 盯着市场 期望着市场 能向他期待的方向去发展 1993年的一二季度的时候 市场就顺着小李赌的 那个方向去发展 结果400万英镑 砰砰砰砰 就被小李给填平了 这下小李可算是 长输了一口气 整整9个月 惊心动魄 一番波折 不过最后还算是幸运 总算把这窟窿给填上了 小李自己后来回忆的时候都说 那9个月真的对他来讲也是一场噩梦 你说这好不容易 算把钱给赚回来 要给你你怎么想 今天肯定是 我去吓死我了 我以后可再也不敢干这种事了 小李他也是这么想 至少当天晚上 他是这么想 那下一个周一小李再次回到公司 做着那些无聊的交易 进行着无聊的工作 他行时走肉一般鼠标点赞买和卖 我明明赚回400万 为什么没有人能看到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所以他肯定起来了这种虚无缥缈的自信 另一方面 也开始了赤裸裸的犯罪 他就利用这5个8的幽灵账户 故意做交易 让客户赚钱 然后拿回扣 同时呢 再去市场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赌博 希望能够再续写之前的挥霍 你还记得之前 咱们说小李因为400万英镑 就被吓得寝食难安吗 然而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小李已经完全的掌握了 这个幽灵账户的交易策略 几百万哈 根本就不是钱 总部根本就不管 93年底的时候 幽灵账户的亏损 已经达到了2300万英镑 那小李只能不断持续的再加大赌注 借着要和客户交易要保证金为理由 去跟总部要钱 你看就到这时候了 总部那帮老股董 还是就不停的给小李钱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 94年7月的时候 伦敦总部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你说这小李整天说跟客户交易 要保证金保证金 我一个劲给他打钱 一个劲给他打钱 但我就没看见有回头钱 这客户也不付钱 这小子他他搞什么呢 于是伦敦总部就派了一帮审计 飞到新加坡调查小李 小李一听说审计要来 完了噩梦又回了 小李那天早上 就精神状态贼好的 去要以自己那个bodybody的形式 去面对那来的审计师傅 希望能用他最拿手的 跟人套近乎的方式 再加上一些他懂的那种名词 把那个审计给搞晕 他就跟审计那哥们说 body是这样的 这个交易非常的神奇 量也非常的大 这开始胡扯了 他叫做拉格朗日 小林窜天互惯协议 你也不用管它是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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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报告拿给你看 其实小李他自己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内心也是非常虚的 因为其实你的报告一拿出来 那5个8的账户就露馅了 而这时候那5个8的账户里 已经亏损达到1亿英镑 沈济哥虽然听得云里雾里 但表情固则轻松 oh buddy I got it 我明白了 don't bother 我就不用拿报告了 我回去了再见 然后就坐着飞机回伦敦了 what 你现在看肯定觉得 这个沈济哥们也太那个什么了吧 怎么能这么偷懒呢 但我跟你讲 你也别傲娇 这个事要换做你 你也真不一定就能做的好到哪去 因为你想那时候 80银行是最古老的银行 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 但整个的运营策略 其实一直都非常保守 所以呢 这员工也不敢干出来什么特别奇葩的事 那沈济就是过来走个过场 而且啊 小李这小哥也不到30 年纪轻轻 看着也是一表人才 非常招人信任 他说那个什么 小林窜天什么协议 听着也挺合理的 应该也出不了什么事是吧 你看是不是跟我们说 之前SEC去沈麦道夫的时候 如出一辙 这就是人性爱偷懒的弱点 我觉得我可以出一个系列 叫做人性的弱点 这下小李算是躲过了一劫 不过他看到这个幽灵账户里的亏损 越来越大 他就得关总部要越来越多的钱 就算他们再傻 也会明白过来 于是小李就再次利用了人性的弱点 这次他是怎么搞的呢 他通过这个幽灵账户 和他的主账户去做交易 来把主账户的利润做高 所以伦敦总部呢 就能看见小李一个极高的利润 那可能心想这孩子对吧 这么能赚钱 肯定要给他不断的保证金 让他继续赚更多的钱 这样小李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现金 来实现他下一步更大的赌注 于是在94年的时候 小李把自己的利润做到了2800万英镑 那这样肯定就是靠牺牲幽灵账户 更大的亏损为代价 这个数字哈 你在现在一个大头行 看起来可能不是很多 但这放到30年前 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明面上 小李就直接穿升为 亚洲金融市场上的superstar 所有的期货交易员都知道 巴林银行有个叫做尼克里森的家伙 我巨能赚钱 而且交易量巨大 大家经常说到庄家这个词 我用还是比较谨慎的 你说市场上哪来那么多庄家 但那时候的小李 绝对就是市场上的一个大庄家 所有人做交易的时候 都要看着他的动向 但凡你要是跟他对着干 那你就是找死 那巴林银行的管理层 一看这么一个superstar 那肯定乐的 比例泡都冒出来了 他觉得小李 就是他们冉冉升起的未来新星 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至于你怎么赚钱呢 我根本就不care 反正你赚钱就好 完全没有怀疑他在背地里搞什么 说到这儿有些人就问了 这有什么 怎么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钱的 你把那交易记录拿出来一看 就知道他是怎么赚钱的了 对吧 这个事放到衍生品的交易市场里 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一个交易员 他每天要做成百上千个交易 你把那交易记录拿过来 你就看着一堆交易 有的赚了居多钱 有的亏了居多钱 然后你也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和哪个是对着的 交易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所以还是一头雾水 94年9月的时候 新加坡庆祝他们期货交易所 十周年的晚会 李光耀都去颁奖了 当时如日中天的小李 本来应该拿着好多 各种各样的奖项 这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荣誉 但是小李出人意料的 全都拒绝了 他的同事也都感到非常的疑惑 你说这么大的奖项 为什么不领呢 但他们不知道 这时候的小李 已经悬在深渊半空中许久的小李 其实只是单纯的心虚 他把自己的利润做得那么高 其实都是被逼的 他完全不想暴露在聚光灯下 其实这时候 连其他很多银行资深的交易员 都开始怀疑小李 因为这事不太可能 在你基本对冲掉风险的情况下 还能赚那么多钱 那个收益和风险的比率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sharp ratio 这也太高了 这个事简直就太扯了 不过巴林银行的那些老古董们 他们可不这么想 非常的互犊子 你们这就是忌妒 你看我们家小李业绩好 就说他是骗人 他才不是呢 只能说这些巴林银行的管理层 他们对衍生品交易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这时候巴林银行一个叫做88888的账户里 亏损已经达到了1.6亿英镑 而这时候的小李只能选择再次加注 再次double down 这时候整个巴林银行四分之三的现金 都已经拿去给小李做抵押了 可想而知 小李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了 如果他再输下去 那整个巴林银行放进来都不够他赔的 显然小李已经无路可退了 那我只能再次下赌注 再次赌一个更大的 他就又走了一招险棋 当时他就开始大量做空日本股市的straddle 就是一种期权策略 这个策略简单来讲 就是说如果日本的股市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 那小李就赚钱 如果股市一旦出现剧烈的震荡 那小李就要血亏 其实我看到小李这个策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 为什么说他阴险 他买卖的是期权 这跟期货就不太一样 你说你要是做多做空期货 那你胜或者输的概率大概就是50% 但期权这边 如果你是做空期权 市场它只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 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你就会赚钱 但是如果市场出现巨额的波动 那你就会血亏 换句话说就是你有80%的概率 会赚20块钱 有20%的概率会亏80块钱 但对于小李来讲 不管亏80还是亏20 我都要完蛋 那我还不如就亏个大点的 这样我赢的概率能高一点 阴险不阴险 你说小李也是真够倒霉的 1995年1月17日 日本版神发生了7.3级大地震 市场崩 小李崩 这时候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小李 继续压住 希望日本股市能够回弹 然而这个股市就一路跌下去 这时候的小李每天都会亏损 几千万英镑 没过几天 这个亏损就累计达到了4亿英镑 80银行的保证金已经不够赔了 2月23号 28岁的小李知道自己要完蛋了 于是就留了一张字条 I'm sorry 然后就跑路了 三天之后 80银行宣布破产 这个英国最古老的银行之一 前一秒还在庆祝自己虚无缥缈的利润 下一秒就被小李拖入了深渊 最终80银行被ING保险集团 以一英镑的价钱收购 小李这边铺天盖地的被全世界通缉 他先后跑了新马太 当然不是旅游了 10个月之后在德国被逮捕 新加坡法院给他判了6年06个月的刑罚 后来因为刑期表现良好 被减刑到4年04个月 你说连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了吧 小李最开始因为2万英镑的亏损 建立了5个8的账户 之后每一次他的每一个决策 好像都貌似在朝着利益最大发的方向走 但是却因为一步错不步错最后满盘结束 还霸凌了80银行 另一边你想那么大个银行 居然亏了那么多钱都没有人察觉 这个事你可能扎一听会觉得 小李怎么怎么怎么有问题 他是罪魁祸首 但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整个捋下来 你是不是有感觉 其实80银行的那些老古董管理层的监管问题 才是这件事发生的根本原因 才导致了一个278岁的毛头小伙 就让他们倾家荡产 小李曾经非常猖狂地评价过那帮老古董 因为他们愚蠢 他们不理解的事 他们不理解的事 他们应该不会一直在的位置 这就是小李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道路 如果喜欢可以一键三连 表示你的态度 爱和平衡 they're all up to me now don't make me dance yo let's do it don't bother 我就不用拿报告了 我回去了 再见 there's a name another one叫 巴巴巴巴巴巴 yo yo let's do it C'est Jolene, c'est Jolene You, Love&Peace